我叫卓英贤,来自澳门 我是恒情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佛德角商务部的那个部长安娜 他已经明确有给我们发出了这个授权函了 有协议也已经签约了 我们佛德角的这个西非技术中心的经贸授权 就要忙而启动了 基于我们的这个跨境说的这个平台上 要把大数据库要建立起来 可以这么说吧 任务紧,项目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是希望你来牵头 把这个事情来安排来落实 给佛德角整个国家建一个经贸的这个平台 让他们国家的产品 能够触达到我们国家的这个人群 消费者流量 也可以让我们国家的一些产品 能够消亡到佛德角这个国家 跟佛德角的合作意味着打开了非洲的整个的数据市场 14年的时候,恒静那个时候是做了一个大开发 比如说场地是免费的 水电费都免 而你会发现这个创业也是非常的美 还有就是在这边你可以快速地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人 还有一个很关键要来的原因是因为这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澳门事务局 它专门为我们澳门人在这里投资创业就业 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现在科大的陈学院的一个基地 我们现在就发展着 现在和学校合作着这项目 未来这里都会起码培训基地 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到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10月份在澳门这边 我们跟佛德角有一个关于跨境电商公务服务平台的一个输出 那目前因为时间确实比较赶 我们要在10月份要做到签约 并且把整个系统搭建完成 那所以对于我们技术目前来讲的话 有一个像是紧急性的这样的参差论务吧 并且我希望能做到在9月份的时候能完成上线 那现在这个陈学院基地主要是为了学生与我们有更多的合作 整个普尔国家与中普平台 那我们就有一个设合点 看到现在这边就是我们的思维导图 这边是我们的UI图 那效果图已经出来了 不过目前又遇到一个小小问题 就是我们开发人员那边就后台数据库 UI都有 那这样请均后来就这样的燃烧 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的SaaS节点是不能被延误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去做这个佛德角的方案 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开发的日期的一个延长 对于我们会出现 你们这个组别面临两项任务嘛 第一个是产品的SaaS话 第二个是佛德角的任务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你们提议给我一个比较更合理的方案 我希望如果在9月份两个项目同时完成的情况下 你们有没有更有的方案给到我 或者说你们觉得怎么执行会觉得更好一点 那前端方面呢 我们会和横琴那边的同事看一下怎么样协调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去处理到这个 就是确保到佛德角这个项目的一个上限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持续一个礼拜的这种加班 快速地把一些项目去结束和完成 或者按时间节点去完成它 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你们后面的一些调修的要求 但是你前面谈合作的人能不能考虑你后面的 后面人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洪朗你作为技术部的总监 那你要优先考虑的是巨速轮才储备的问题 而不能告诉我说你项目来了 你停一下我没有人手了 创业过程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团队的这种搭建 还有团队的成长 跨定说作为一家国家高中基础企业 它最核心的就是人 那么这个团队成长以否决定了我们事业的成败 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理念上在使命上的塑造也是不断地在加强的 跨定说终将相信我们的使命会完成 上次我们在澳门也开了会了 而且多想那个活着脚的那个LONO也会过来 要把这东西再调定一次嘛 那我们技术部门的同事 肯定要根据我们的任务的时间 要把它重新安排调整做好 阿森LONO 哎阿提LONO过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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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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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网络网网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是的 把他调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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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当时 我们将会表演 对 我们也要叫四个人去啊 肯定要叫四个人去 如果能够高级别一点 因为他们来的是部长级的嘛 对 你要跟他拿到名单 那种名单 不会去叫四个人去 但是 了解 你告诉他 对 对 我们能够付一些照片 对 那我们会把照片放在箱子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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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周年澳门回归20周年 我觉得是一个正式会议 我觉得回归以后 特别是叶港澳大湾期 我觉得澳门的定位更清晰了 我们对澳门的 适度多元化的经济的发展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辐射作用 但是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澳门很多人 正在思考 澳门如何跟大湾期是融合 澳门如何在 叶港澳大湾期的发展中 能够占到一定的作用 或者地位 国家所惜 澳门所谈